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著的Section 我們邀請到 香港孟靜孟教授 還有何世銘 何校長 來為我們分享香港自主學習的 一些基本的理念 還有怎麼做法 然後他們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就熱烈掌聲歡迎兩位 掌聲鼓勵教授 掌聲鼓勵教授 郭院長 鄧處長 鄧主持 各位愛孩子的先進校長 老師 大家好 好 今天早上我們聽到西長的很重要演講 所以接下來我好多都可以飛過去 不用講了 我們跟何校長分享的重點有幾個點 就是我們要介紹一下 在香港推行既我學習的一些背景 以及到我校 剛才經西長已經給我們介紹了21世紀 我們下一代所面對的教育背景 跟我們這一代是非常的不同 除了西長時候講的之外 我們還看到人的壽命越來越長 所以像我這樣的年紀還是要重新學習 換句話說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孩子 一定要栽培他們有一個中心學習的素養 而且他們面對的社會 新的知識每天都在發生 所以他們肯定要學新的東西 他們要有這個技能 很多國家 包括臺灣 即年和國 他們都提他 要中心學習 作為培養我們下一代的一個重點 而且 學術研究也發掘中心學習的重要性 因為在這個居心形的社會 需要中心學習 可是中心學習的前提的條件 就是他懂得如何去學習 換句話說 自我學習的 自主學習的素養是不能避免 而且我們的研究發覺 假如一個人 他自主學習的素養好的話 他好多方面都比較強 包括他的動機 他管理時間的能力 還有就是 昨天前天 會員長已經給我們一些數據 證明了 自我學習能力越好 成績越好 不單止在國語、數學、英語也是 這個跟國際的研究 就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這個是最新的2018年的結果 可是自我學習 自主學習的能力 不是與生俱來的 要後天的培養 但是我們有一個問題就是 從哪一個年次開始 國際文獻就告訴我們 從小可以開始 我們昨天去觀課 看到好多孩子 三年級的就可以做了 所以越早培養越好 而且我們需要 不單止運用它 作為一個書記裡學習的工具 還要把它作為一個學習本身 它本身就是一個目標了 而且還要有人提倉 就是說要融入正規教學 那什麼叫記住學習呢 我們香港退行這個時候 我們是按照Benjura 的理論 他就說不是一個人 而是這個人跟他周圍的環境 跟他的思考 然後他的行為 三方面互動而來 而Simpleman 就把它再發展 就把環境是什麼行為是什麼 個人是什麼在展示 因為在座各位都是教育方面的領域的人才 所以我這個都跳不去 因為這個是書本上面的句子 有幾個階段 而且每一個階段都有一些點 我們要關注 始終我覺得比較重要 就是剛才師長提到的 這個評估 評估本身我們要注意 因為評估提供了一些材料 給學生反思 然後去改 改變有兩方面 改變一方面就是他的思考 他的方法 他學習的方法 可是另外一個改變 就是他對自己的認知 他的後續認知提高了 按照這些 所以我覺得英才王很棒 因為他提供了好多方面的 資料給這個學生 不單只是他制止 本身現在跟以前有什麼變化 他學了什麼新的東西 而且英才王給他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圖像 就說別人是這樣 你是這樣 然後在這個對照上面 他就懂得往哪一個方向去 他看到其他人是這麼解決一個更難 他自己是用另外一個方法 如何去傳取更好的呢 這個方面 英才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自主學習其實是沒有一個全世界 全球都認同的一個定義 比較多的人 他們就用上面這幾個自我主導 自我調節和自主學習 我們香港就用了這個自主學習 可是我們要注意 英文是自主 在這個英才王跟自主學習上面 我們究竟給了多少的主權 學習的主權給我們的學生呢 這個也是我們關注的一個點 可是這些理論 好多的理論 都有一個共通的點 都有一些 首先 他提倡了這個循環性 就是學習 然後有些評估 然後他反思 然後是思量 他如何去改 然後在下一階段的學習 就更好循環 第二就是互動 不單是跟他機子的學習 而且他要跟他的同儕 跟他的老師 跟課本 還有這些工具 互動 第三就是積極性 他不是坐在海綿去吸收 而是他要去爽載 他要自我去拒絕一些東西 要接受另外的一個東西 他有一個爽載 所以按照這些共通點 我就說 我們不如定義 自我基礎學習 作為下面 一個就是他記訣 他是有意時地去算 第二就是他 剛才西長時候提到的這個目標 這個目標的定下來 除了他的老師 每一節課告訴他 他自己還要定 我的目標是什麼 昨天早上我們的關火 我很感動 因為這個老師 他把這個學習目標定得很清楚 而且他是開始的時候說 中間再來強調 然後他總結的時候也強調一次 是非常棒 賴主任在這 陳老師也在 昨天的關課好棒 然後呢 他們要選擇 要監控 然後他評價 自己學的怎麼樣 然後他要改變 改變的目的就是要最好 所以按照這幾方面 我就說 基礎學習要是個字 自知 距離 距平 距強 距 裏 平 距 強 這三方這幾個方面是什麼意思呢 他的意涵是這樣 首先 自據 居民 他要知道之子在哪一個位置 一採網就給他這個定位 而這個定位不是固定的 他要把這個 自己達到的地方 往上推 他知道任務 他要學什麼 他的任務是什麼 知道如何去學 所以 如何才學得更好 就從老師跟同才 心上看到 這個自我學習 自主學習 我們很強調 課程的技學 要先看 就是會了他知道 張下一步 教師要叫什麼 他要定位 然後距離 就是他要理這個方向 他的目標 大的目標 小的目標 我們常常強調這個張熟的目標 他對這一個課堂 有興趣 有動力 他要學會 然後理智 雞元不單只是課文 還有他周邊的人 他的同組的同學 還有其他組的同學 都是他學習的雞元 然後處理 理晴 就是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往往是有苦躁的 有困難的 他要控制自己 不要太泄落 而且 在昨天我們也看到 也聽到老師報告說 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有些吵架出現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自主學習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能首先要把這個規矩定下來 譬如說 他們報告的時候 要先說 我是第幾主啊 我現在是說什麼 這些要定下來 而且他批評別的主的時候 要先去贊同 你講的有道理是在這兒 可是我覺得可以如何去改良改善 或者說我有一個意見給你參考 這是禮貌 要首先要定下來 然後 去評他要聽 聽別人的違規 明辯他要找出這個優勢跟律師 因為這個方面 今天老師的得學是非常重要 他要反思 所以在基主學習 在香港的情況 我們要他來一個評估總表 就是他要自己去勾 他學到了什麼 有什麼還是沒有學到 然後接下來就是繼承 我們強調他是按照自我 作為一個參照的進步 就是昨天的我 比今天的我 是有什麼差異 我們看到這些學生 他們都非常非常喜歡去 作為發表者 有一點點的競爭的精神在內 在我們小時候 我們念教育心理的時候 我們都想到 不要Performance Motivation 這個goal 不要Performance 不要表現出來 你要謙虛 現在不是 新的理論就是說 我們要把Performance Goal 加Mastery Goal 加起來的力是最強的 所以這方面我們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去改 好 為什麼我們在香港 要推這個技術學習呢 就是因為亞洲的學生 他們一般來講 他們的技術學習的能力 是普遍比較弱 我們看這個是PISA的數據 2012、2013年的發表 台灣在主要香港比台灣還低 可是你看 日本、澳門、台灣、新加坡、香港、香港、Korea、新加坡 他們在目標、設定、域行 都是全世界最低的EP 為什麼 我們是老師主導的 所以我們推這個技術學習 是有困難的預期 其中 還有他們監控跟反思也是不高 香港都是低於國際的平均 還有澳門、台灣、芬蘭 然後我們給了多少 G autonomy給學生呢 等如我們不把這個學習的權交給他們 他們可以記住學習嗎 在新的一個PISA 2015年 我們看到他們沒有問題 剛才這些問題 他們就說 你們有沒有選擇科學科的主權 你看到 有 就是律師 空的就是有一點點 男的就是沒有 你看到我們台灣站著 男的 他們沒有自己去選的權 這個是我們需要的嗎 我們可能在這邊 會否有一個平衡在內 好 那我們看看我們香港是熱跟強的情度 在這個基礎學習的情況 這個是剛收的啦 是2018年11月 我們剛來之前 有兩所小學 其他的還在收數據 然後大概兩百人 男女 各一半 然後問卷填了 我們就分辨他 我們先看看他的數據 好 這個是其中一部分 就是個人的學識 先看看左邊 就是我們希望他會先翻轉 自己去看書 然後準備啊 我請問 請各位在座 問自己兩個問題 第一 找到你們班裡面 有二十個學生 有多少人說 從來沒有見中將 還是經常總是將呢 心裡面有一個答案 第二個問題 請各位想一想 究竟哪個分配哪個分布 才是我們想要的呢 OK嗎 好 接下來看看香港的情況 超過一半的 是沒有這麼做 或者是很少 這個不理想 如果去翻轉 這個給我們很大的進步的空間喔 好 共學比較好一點 大概雙分之一是沒有這個 然後呢 護舌也有好大的空間 這個是香港 香港同學 特別是男生 他們是比較不願意問問題的 後來我們就問他們 為什麼你不提問 早日你不明白 你也可以問啊 他們的答案是 早日我問會 阻礙教師教其他人 他不知道人來 其他人也不明白 他是在幫助你 所以香港的學生都比較有愛心 好 到學呢 就是這樣 好 學習的環境呢 老師會否開放呢 很少 你看到我把它變成男生 這是超過一半的學生在左邊 他們是比較 他覺得課堂通常不是開放的 自主 沒有很多自我選擇的空間 支持呢 他們覺得老師還是非常支持他們的 評估也是非常公平的公正的 所以這個OK 表現 這個是我們最關注的 因為歌院長跟師長 這兩天也是強調學生的動力 動機非常重要 所以他是否想學 他會不會學 所以我們這個是 Baseline Data 看看他們是如何 然後 會學 可以更好 好 好 這個我 和校長 待會他會詳細的講 可是我認同學生才是主著 學生必須自主學習才最有效 按照和校長他的研究的結論 所以在2013年中學校長會 就到山東的圍方去取經 各層我留待和校長跟各位分享 然後推行這個劇主學習的條件跟初樂 我就按照和校長 他本來我是給他說 你看到上面是難色的 這個也是難色 我說 反正難色的都是你來講吧 他說不好吧 好 那下班長和校長還是會講的 反正學習的表現 我們希望他是有動機 他投入 我昨天看過兩個小學 他們的投入真的很讓人感動 還有他會學 他的後學認知 他有這個策略 我們就是希望進行 然後他的學習的方式 他可以先翻轉 在家去學 然後在主內供學 然後互商 好像昨天我們看到 下午的賴主任 他指派每一組的No.2 有一個同學到別的組去解釋 顯示他的組是如何去解決 這個我覺得非常棒 然後就老師去把這些去引申跟中和 老師的腳師是甚麼呢 因為我們在推的時候 有的老師跟我們說 拿他們的自主學習呢 拿我的範文還不是 範完還不是雕的嗎 我不是沒有工作嗎 這個是很多人都擔心的 可是老師的腳師很重要 我們看看這個理論上是怎麼講 我們剛才看到郭院長的結果 就是自主學習的行為 會提升他們的學業的成就 可是自主學習的行為有三方面 三個大的因素 有一類叫有力的因素 有第二類是清香 有第三類是強化因素 甚麼叫有力的因素呢 他們兩個都會影響清香 有力因素就是他的身避知識 剛才習長講的 還有他的機力 健康情況 這些都是對他有利的 強化就是要老師給他回歸 教學的車樂跟課堂的環境 然後強化了 就可以改變學生的傾向 傾向是哪方面呢 他的目標 自我效能 後學認知 動機歸因這些 那老師可以做甚麼呢 我們知道這個跟這一方面 都是老師可以改變的 所以老師的腳師很重要 這些都是受他的年齡跟性別有猜疑 每一次老師只派一個工作給他們 他都問兩個重要的問題 我做得到嗎 這個值得我投放機緣嗎 投放時間嗎 找到這兩個問題都是對 對有 他都有動力 所以老師就要幫助他們回答這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 我能嗎 這個很重要 就是按照印查網的反規 他就知道他能否做得到 假如他不能 那怎麼辦 昨天早上陳老師真的好棒 他說 你們說一通 錯了也沒有問題 這個鼓勵 我覺得對孩子是非常重要 然後香港的就我學習 接下來 我們是另外一個研究的結果 這個是中學了 他們這三所 由四所學校 這個前幾年 2017年 去收集的數據 他們已經進行基礎學習五年六年 而他們對象是中二跟中三的學生 其中一個學校是傳女生 以前的研究發覺 傳女生的女生 比男女校的女生更棒 傳男生學校的男生 比男女生的男生更順 台灣 台灣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結果是在澳洲發掘的 後來在香港也是發掘這一個 所以我們往後會看到學校之間有差異 也不驚訝 因為有這個差異 學校之間也有差異 好 剛才我們說 學生計學 共學 顧學 跟早學 的結果 經過三年 四年 五年的基礎學習 有什麼結果呢 我們看到 它有這些兩表 剛才我們看的是一題一題 現在是一個兩表 兩表的方式 這個是一個兩表 另外一個兩表 這個是一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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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可以從一到四去勾 越高就代表它越有學習的習慣 他共學 護學 這些 二點五就是中間 你看到他們的個人的學習還是比較低 共學是比較好 我們這個自我學習 基礎學習的推 就把他們 主內學習把它提高了 一級到三 是比較好 然後你看到是孔師跟男師 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差異 然後互相的學習 以及老師的教學 所以我們的責任就是 男女之間沒有差異 學生對道學跟共學比較正面 學生的計學能力還是得提升 所以假如我們有英才網結合 我們的效果可能更好 然後學習的環境是如何 我們是看這四方面 我們是看這四方面 結果呢 也是有一點是比較弱的 就是他們覺得自足 他的autonomy是比較低 沒有什麼autonomy 是低於2.5 其他都ok 其他都是在2.5之上 其他都是在2.5之上 就是有一些學生他已經傳回了 他還是要做著跟其他的學生去討論 他就有的時候會覺得悶 所以這個最重要就是 他學生覺得不夠自足 對評估的態度還是正面 他們非常感受到老師的機器 沒有男女生的差異 學習表現 這個是我們最想看到 想學肯學會學跟能不能學 這個呢 我們還是ok了 因為他的motivation 動力還是非常強的 都是ok了 都是在2.5之上 肯學開始看到有一些是 剛到2.5 主動的我會做好畢課 比剛才這個小學看到的好很多 可是還是可以更往上一點 會學跟能學還是要提升 所以往後找到有這個陰草網 我們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基信給他們 讓他們比較了解自己的情況 然後我們就運用剛才的這些一體一體 把它變成量表 這個性度還是滿好的 EFA 也是覺得很好 所以而且我們發覺他們量表之間 有比較好的相關性 就是他改變的一個 他可能會讓其他的一些方面 也會改變 好 那這四個學校的表現 我把它們放出來 就是分四個學校 放出來的原因 有三個 第一 就是我要各位看到學校之間 實際上有很大的差異 代表老師可能也有差異 另外的一個原因 我放出來就是 主要是要大家看到兩組學生的差異 尖的就是比較好的學生 尖的就是比較弱的 順的 我們看到有一些學校 尖的跟比較順的學生 是有好大的差異 第三點我們看到 學校就是基主還是最低的 autonomy還是最低的 基主 每一個學校都是 他們覺得不夠自由去選擇跟學習 所以把它們合起來 就是這個圖像 細校把它連起來 這個強班跟順班 在這方面 有差異的 我就用黃色來把它蓋住 有一些有差異 有一些是沒有差異 然後我們問一個問題 學習的表現 它是受什麼因素影響呢 所以就把學習表現的四方面 想學 肯學 會學 跟能學 就是metacognition learning strategy engagement motivation 這四方面放在裡面 看看哪些因素會影響他們 我們法學兩個都是很重要的 一個就是他法 digo 他自己的學習 在課前的準備 跟課後檢討 在看的課分 這個假如他的修學是好的話 什麼都會進 第二个老师 你看到这个导学 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假如我们要提升学生的自主能力 及他们的成绩的话 我们一定要抓适配 假如老师可以培养 往后就好说 我们这两天都听到好多自主学识的 理论结果 那往后怎么走 我很佩服系长他今天给我们 好多很美好的前景 所以我就也在班门弄服一下 首先我们叫SDL 3.0 就是我们不单止香港的自主学习 不单止是把这三个东西合起来 合作学习 还有翻转 还有自主学习 把这三个合起来进行 3.0就是说 我们要运用科技技术 所以早如学生可以用英才网 在课前已经预示 做这四方面 然后自己去学 在课堂上面 早如我们可以运用英才网 来做共学 跟护学 譬如昨天听到 早如有一个学生 他有疑问的时候 他可以把他的问题 贴在英才网上面 然后老师也看到 其他学生也看到 也可以给他答案 这个是非常好的进步 然后老师的倒许 可是在这个 我把这个放了一个 question mark 这个不是一个type error 就是说在现在的英才网 这个总结营生上面 除了这个星空图之外 有没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老师的提议呢 然后往下来 我们可能要学识 这个精准教育 我把它翻译 可能翻译得不好 就从medical field里面 医学方面接过来的 就是说我们要一切都精准 精准就是刚才西长说的 这一个不是平均 因为平均呢 我们是有好的 有弱的 有比较强的学生 假如我们来这个平均呢 就对照中间的一批 强的学生会觉得闷 弱的学生还是赶不上 所以我们要好像 西长说的 是每一个学生 给他做一个干预 给他一个预防 然后来对照每一个学生去提升 有了英才网 我们觉得这个比较容易 可是还是 我这几天的观课 觉得还是有困难 因为老师还是看整个班值 然后看有很多人在看这个媒体 称男师他就会教多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一般的学生 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 所以也是一个平均的概念 也是一个平均的概念 往后我们可否运用机器人 Avatar Series 在里面给每一个学生 给他一个预防跟干预呢 几准教育在文献说上面说 有几个方面 评估 他现在是如何 距离 回归 干预 监控 然后在陶景这个目标 这六个方面 每一个方面都要增准 我们做得到吗 还没 因为我们要问 理论上面 我们有没有精准 所以我们要说 预测学生成果的因素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抓到 这个代字上面 好 因为我们说 学生的因素是后学人机 动机 自我效能 之前的成绩 这些都是有了 行为要他投入 要精准 要调节 完经 老师教学 生关系 课程好 这些我们的理论是精准 OK 教学时间 如何才能精准 教学个程当中 如何才因才行教 是每一个学生 不是一个平均的学生 然后学生在各种当中 如何去提升他自己的后学认知 最重要是保持这个动力 不要让他掉下去 找到他掉下去 我们如何知道 暂时还没有知道 是靠老师 老师如何去转弯 每一个学生的情况 而调节他的教学 课程的学机方面 如何去保持 这个是实践上面 我们要求的精准 数据 什么样的数据 才能让我们的教育更精准 我很高兴听到 现在台湾会把这些 大的 好像我们的TSA 台湾是叫TASA 是否TASA TASA的数据也划进去 这个好 可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数据 譬如说 他的情意方面的数据 有没有划进去 还没 香港有APASO 每一年 学校都要相较 给教育局 还没有划进去 可能他在做 可是他心里面 一遍一遍的说 我不喜欢用电脑 我们不知道 还有环境 如何精准 数据 刚出来的一个研究说 缩离器 关系 会影响 小学生的忧郁 比较 学业压力 更大的风险 我们 有没有把 孩子跟他家长 之间的关系 划进去 找到没有 我们的数据 是否更精准 还有 我们以为 现在好多好多的数据 每一天 每一次 他登上 英才网 都有数据 这个是多数据 还不是大数据 大数据的意涵 大数据的意涵就是 把这些都喝起来 把它挖 还有呢 分词我们有没有精准 分词我们可能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是分词他现况 还没有预测 譬如说 我有一个学生 在小学四年纸 我可否知道 他将来 在中学的情况 有一个中学的学生 用英才网 我可否知道 他进入大学的几率 现在还没有做 现在我们用平均级 将来我们会不会用人工技能 用数据 还有现在我们还没有用到 Rosh Model这些 我看到院长 还有这个分词 我们是每一题 现在在英才网 上面是对错 对错之外 我们有没有把它的特征 就是这一个题目 刚才系长说了 Item 这个题目 里面所包含的 这些能力 包在内面 里面 然后在分词 可以反映 这个学生是缺了 哪一方面的能力呢 还没 然后 然后每一个学生在这个系统上面 都是用同一批的题目 这个阴才师教是可以的 阴才师车 希望好快就看到这个阴才师车 就是用CAT 反思 如何用 还有建议 我们刚才也讨论到往上发展 往下谷底 即是结构方面 我们够不够精准 所以 我就是把这个开放给各位 去讨论 比较传统课堂 与自我学识 有什么区别 然后反思的问题 我用这个来结束 我今天的分享 往后 我就请和校长 来替我们去报告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謝謝